祷告两晨 听见台湾的祈祷 祈祷515 与其抱怨黑暗 不如点燃一根蜡烛 让我们举起祷告的手 每周五天 每天一次 同心为国祈祷5分钟 弟兄姊妹们平安 我是兰亮真道教会 庄秉权牧师 我今天要为到 宜兰众教会的复兴祷告 我相信每一个属神的教会 都渴望复兴 当然复兴教会 还是要回到根基里面 这一个根基就是祷告 在诗篇126篇5到6节说 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 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河捆回来 这是一种对灵魂祷告的热切 当我们愿意付代价为灵魂所望流泪祷告 我们必能经历属灵的收割 然而祷告若再加上传福音 必能看见神的父亲在燃羊这地 求主燃起燃羊这地基督徒的爱火 起来回应主的大使命 同心合一 兴望主的福音 我们一起为到宜兰众教会 都能点燃祷告的热火和爱火 看见教会的复兴来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仰望你 愿你复兴你的教会 兴起你的座位 在宜兰十二乡镇的七十九间教会当中 圣愿主圣灵来造访你的教会 燃起教会祷告的热火 让你的儿女渴慕祷告 经历祷告 进而喜欢祷告 求主复兴每一间教会 每周的祷告会 兴起一批教会中的祷告大军 让祷告会彰显主的大能和荣耀 主啊 我们向你呼求 宜兰这地还有许多属乎你的百姓 求你拯救他们 因为我们知道 你的心力是不愿一人沉沦 只愿万人得救 明摆真道 求你将爱灵魂的心 放在你每一位儿女的心里面 也赐给他们信心和智慧 因为你的儿女传良你 要用各样的智慧 将人引到你的面前 主啊 福音本是你的大能 为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 打发你的儿女 成为一个奉差遣的器皿 求主使用每一位基督徒 放胆无据地传良主的福音 让校园、军中和职场 都成为传福音的合场 使人心被转化 求主转化 宜兰十二乡镇的校园 得着校园的青少年 求主转化 宜兰县内基督徒所服役的军领 带领同袍和长官 进到教会领受福音 求主转化 宜兰县内基督徒工作的职场 能在职场中有好的工作态度和行为 为主做美好见证 吸引同事、主管和老板 能进到教会 被主得着 主啊 我们也为到宜兰许多教会 转型推动幸福小组 求你祝福启动幸福小组的教会 能经历更多的突破 甚至经历爆炸性的增长 主啊 我们深信复兴不是从一个教会开始 而是从宜兰这一个城镇开始 求你让这地的七十九间教会连结起来 为主传良福音 使主的福音 遍传在宜兰十二乡镇的七十九间教会当中 扩展树林的影响力 树立主得胜的旌旗 让主的名得到更大的荣耀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本单元是由国家祈祷早餐会筹备会 地区联导会与佳音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请加入祈祷五一五行列 每天同心为国家祈祷与祝福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од 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